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投降曹操的导致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不是很好 当然这也是受三国演绎的影响 那行吧 废话不多说了 关于这个关于这些人的故事的话 我们可以去听胭脂的视频 我主要还是对他的技能进行一个分析 第一个技能是直剑 对吧 出牌阶段 你可以将首牌中的一张装备牌 置于一名其他角色装备区里 不得替换原装备 然后摸一张牌 这是一个摸牌技能 这个也是辅合吴国的一个特点 就是非常很多人都靠装备的 最出名的也就是孙障香 对吧 但说这个摸牌技能的使用条件 我觉得还是蛮难的 因为首先装备牌 是比较少的 对吧 包括多了军阵牌 也没有在大规模上提升了一些装备的东西 就多了点码之类的 这个首先得装备牌的几率并不是很高 其次的话很多装备牌 对于一轮游戏还是蛮重要的 比如说是加一马 对吧 比如说盾牌或者是距离 这个也不一定你舍得把自己的装备牌 换成一个未知的手牌 这个的话我觉得 这个摸牌技能并不是一个非常变态的摸牌技能 它的发动效果或者是发动条件 其实还是蛮难的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无视一下 那我们看第二个技能固阵 那个其他角色的切牌阶段是 你可将此阶段中弃掉的一张牌 从弃牌队返回该角色的手牌 若如此做你可以获得弃牌队里 其他阶段就是说其余此阶段 就来不弃掉的牌 这下的话我觉得 其实这个技能一般情况下发动的时候 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一般情况下我们能弃一些什么牌 无非就是没用的基本牌 对吧 那个或者打操刀局一些 那个南蛮入侵什么的 对吧 但是你还得把一张牌返回到他手里 那我们一般也没有人可能说产生大规模的 7牌状态 因为尤其是在回合数越往后 大家的手牌使用的消耗越多 这样的话很可能就7一张 对吧 7两张 你给他一张偶尔可以拿点好牌 但是我觉得拿好牌的几率并不是很高 当然如果你碰见黄盖 苦苦苦苦苦 完了没有把很多输出牌用出去 当然我觉得一般情况下还是基本牌 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两个技能 对于前两个武将来说略显薄弱一点点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平衡的设计 起码没有让我感觉到蔡文姬张和那样的变态 起码这两个武将放在标峰里头 还是有的一玩的 就跟一将成名里头有些武将像法阵之类的 那个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把它用在标峰局里头 所以这个武将的设计 我觉得尤卡对于平衡性还是考虑的比较多 当然他的效果 我觉得他是一个主防御的摸牌武将 对吧 三国沙玩的是牌 但是他的牌一般都能拿到防御牌的 就跟像我们所说的张辽 但是他肯定比张辽拿的牌多一点点 对吧 有自己起手的两张 所以说他是一个三血主防御的摸牌武将 但是爆发效果我觉得略显一般 这个也是我对他的评价 行 那我们来看我们接下来今天的解锁视频 今天也是依然给大家带来一场 军真的身份局 上轮我是出的身份 还是三位三 好像是三位三 那这轮我们就出军阵 我忘了 不好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比赛开始了 本轮是我的主角 出生在八号位的反贼 主攻选择了是一个法阵 这个也是一个非主流的主攻 但是我依然是那句话 那个对于军真片的 那个就是军真火爆的身份局的话 非主流主攻 其实在有时候还能获得一定特殊的效果 这个不像我在标峰里头 非常非常介意大家去选非主流 像一般情况下来一个什么 各种各样的貂蟬主攻啊 那些的我就觉得很错误 但是说打军真的话变数比较高 那个大概拼的是一种对爆发牌的使用 这个的话我觉得也不能定义说是你法阵不能玩 其次的话法阵跟很多角色还能产生一些配合 比如说像孙上香给他换装备啊 那装备拿过去等等等等 法阵也是直接对八号位的我进行了攻击 这个也是对我身份的身份的那个怀疑 或者是对我个人的一种仇视 这个我肯定会记住这件事的 主攻你等等 那个我们看一下二号位的孙上香 二号位孙上香在不管身份的时候 直接挂了一个闪电 气排过这个是这个都跳的跳的身份有点偏内 但是我们对于身份还是不太理解 一会儿我们来去分析 来看一下诸葛亮 因为他这个跳闪电的话 有点多多少去害陆迅了 如果陆迅和诸葛不再同一阵营的话 你这个闪电不是朝的陆迅过去的吗 所以说这个孙上香也是直接就是想用闪电控死陆迅吗 那个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吧 这个诸葛也是直接对远智卫的庞德进行了攻击 那个庞德也是闪了 这个身份的话 因为是主攻是法阵 这个身份我觉得并不能马上定义 其次的话 法阵又没有主攻击 那个这样的话 也是不能说是马上定义身份 因为如果有主攻击可以对他进行哪个国家的武将军攻击来分析他的身份 这样的话随便便砍到远之位的庞德 我真心还是定不了身份的 那个我们来看一下陆迅的动作 陆迅这边也是被 那个那叫什么诸葛亮强官强强行兵了一下 那个当然你陆迅不拿牌 其实有时候对陆迅还是帮忙的 他也许可以连引一下 然而起手连身份都分析不出来的话 连引也没什么用 陆迅直接对孙让香进行了攻击 我觉得陆迅偏反 而诸葛亮也是比较偏中的 为什么偏中内吧 因为那个孙让香第一个的动作 我觉得十分向内 他如果是反贼的话 应该直接攻击孙让香 但是他没有攻击的话 攻击远之位的庞德 我觉得他这个动作还是比较 那叫什么偏中内 马上孙让香也是偏中内 而陆迅直接攻击 孙让香偏反 呃元术直接打这个罚阵 跳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个应该也就是一个反贼了 啊不是也就是啊 他肯定是一个反贼了 我们可以看到孙让香 虽然说是你起手跳内的动作 但是还是引起了大家集体的嘲讽 两个人都对你进行攻击了 那一会的话 我我行动的话也是会对你不客气的 这个一会到我行动的话再看 我们来看一下庞德 庞德也是唯一一个在 起手比我还招恨的 我以为我是最嘲讽的 没想到你竟然还能优先帮我扛一杀 如果诸葛亮直接对我进行攻击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蛮惨的 直接凉血 对吧 虽然有一个套 啊这个庞德的手牌还是蛮不错的 起手神装 必须持久 这下的话要恐怖了 那个对主攻进行攻击 如果能成功的压到一血 对于我们的开局是非常有优势的 那个不过是有闪 这样的话 虽然说是有一丝丝的拼命 但是我觉得 以庞德的技能吧 那个还是值得的 就是说你持久 他对对方必闪 可以发动你的技能 这个的话 我也不能评价 他到底对错 因为也是对对方手牌的压制 而且对方刚才 袁术也是给了一个红桃 这时候 华佗也是直接对我的手牌进行控制 那华佗也是一个忠诚了 那这样的话 华佗孙让香 诸葛是中内 当然距离身份 我们一会分析啊 那个完了是孙权 陆迅 元术 庞德 是反贼 这样的话 降面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对面更优于我们 双恢复 对吧 当然我们有比较恐怖的爆发之王元术 这个只要能从元术那边打出突破口 这轮能通过我们的激活 秒死孙让香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的打的 那个看一下本轮我的制衡 那因为呃没没必要去高输出高爆发的去压主攻 呃如果出距离的话 我会去选择呃那个 呃杀孙让香 但是因为有华佗的存在的话 华佗不死 孙让香难死决定的话 我就先压压华佗 尤其是华佗刚才打 呃打打打打我 拿了我顺了我一张牌 这样的话 我优先可以去集会一下他 因为孙让香 呃孙上香和华佗这个双飞腹 的确是非常恶心的对吧 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激活 是很难杀死他的 而这个时候你庞德又打不着孙让香 这样的话 我就选择一个大家都能容易激活的人 所以说大家一起激活打花佗吧 能把他描死还是比较好的 那个我们来看一下 孙让香本轮的回合 孙让香第一轮直接挂闪电七白过 所以他是跳内还是跳中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跳内的话还好对吧 那你要跳这轮的话 他直接是选择跟华佗睡觉 那个身份应该也是这样子吧 那个战胜还是定中的 来看一下本轮诸葛的关心 那个诸葛关心尤其是威胁着我们的陆逊 如果他把陆逊批死的话 对于我们的局势还是比较难打的 所以说我们要来看一下诸葛本轮 有没有能关到一个闪电判定牌 哦他四上那四上的话 呃四上还是能关到判定牌的 就看三上的话 现在就关不到了 说明还是不会批 那个来看一下他这轮的动作 把那个看了 哦黑桃七 那个诸葛自电一电啊 这个关心太让我淡疼了 这个 是干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了 但是为什么要把自己关 关的自批一点 难道是他现在也是吃了两个桃 吃了三个桃 难道是他亲手牌上的桃吗 那个或者是不愿意批陆逊 想贴二个身份 哦果然是 那个大概我觉得诸葛亮本轮的动作是一个 看到对方忠诚方式双恢复的时候 那个自批一点 把手上的桃清空了 进行空城 并且是对华佛进行控制 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啊 你不想批陆逊 你就让闪电过得好的了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自批一点实在是太牛逼了 这个我就不以评论了 但是我觉得他是玩错的 那也是引起所有玩家的奇怪 或者是呃 对于他的玩法表示一个质疑吧 因为陆寻是没有距离的 他选择攻击了啊 虽然像但是我刚才的动作 其实也是想带给大家去攻击画图 这个我觉得选择这个集火目标 没多大错误 只是看元术那边能不能起武器 旁的那边能不能处杀 我是稳定制衡是有哦 起武器了看来会激活谁 那个其实现在 哦果然是跟我们选择在我们人队里头激活画图 因为你如果打孙上香的话 我和庞德不一定能打到孙上香 这样的话又让他们双恢复恢复起来 打双恢复唯一的要求就是在他们 呃 在他们恢复的能力之外的时候 强行秒掉一个人 只要能成功的秒掉 我们就多多事 这个时候庞德也是出了一个顺手 对他最后一张手牌进行控制 而孙上香那边就一手牌 主要看一下主攻那边 诸葛那边是空城 这轮要是很好的帮助画图能秒掉 哦 放这个万键 那个看一下一会儿 能否秒掉画图 如果秒掉画图又能把孙上香 直接成功压掉一血的话 这轮的控场 我觉得室内间有一个小小的事物 导致导致这个局面失控了 那虽然说是你杀了忠诚不收牌 但是我制衡出武器的距离是非常大的 只要我能出武器把孙上香秒死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局势就是一片大好 那个他们对面也是抱的没有桃 这说明 呃 法阵那边手牌也是没有桃的 这边也是法阵发动了技能 恩怨 这导致我们的庞德费了一滴血 这个时候孙上香也是有一张闪 刚才睡觉也是把酒和沙睡了 留了一张闪进行防御 这个也是保存一个血线的办法吧 但是说沙的话图就是我们开局的一个不错的地方 而且诸葛也没法正观去提高对方的输出 反观虽然说能限制死一个陆逊 但是我们后头的像元术啊这些人还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本轮我是出了一个距离非常开心的砍一刀 孙上香把孙上香压到一血完了 并且要制衡这个时候我果断是需要找 因为孙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 呃那叫什么找制衡找逃 保护队友这个时候他们对方如果想赢的话 果断是需要把很多很多的牌进行一个输出 这个时候法阵利用一个技能 技能把这个庞德的八卦阵弄给了孙上香 对孙上香起到一定的保护 我来继续说对方对方中陈方如何打 就是内建第一轮 刚才那个闪电有点太七八了 你留着桃儿队可以控制 你跳个名类好了 对话图进行攻击对吧 你不想垫陆逊就不要垫嘛 对吧 桃儿留下我们也不会对你手牌优先的进行攻击破坏 因为你跳名类了嘛 那你因为把桃都吃完了 导致对方推的话 桃又有机会推孙上香 这个的话你们会失控的 不过孙上香本轮还是非常给力 直接会到满血 看一下本轮猪股量的选择 猪股量这个时候 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急火目标 只要你这边手牌留的不给力的话 因为孙上香八卦阵不好急火 起码我不会浪费我的输出去攻击八卦阵的 所以说看一下 看一下那个猪股量那边的动作 刚才这个主攻也是对孙上香那边不太满 说是你你把装备都睡了 你就凉血带一个神装好吧 这个也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猪股量的动作 猪股量首先是控制一下元素的手牌 元素的武器 但是陆迅这边有张武器是不给的 并且是放了拿满强压反贼方的血线 这个的话 反正那边是有恩怨的 如果你这个内剑要打打打打得有点太胆大了 如果反正没有杀被动的费你一笔血 你岂不是得不成师吗 如果你一血的话 很有可能被秒的 不过这个南蛮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那个陆迅元素 这个庞德都废的血了 这个时候 反正为了不把内剑的血线压低 完了自己利用 自己使用了一张无血 这个也是挺无可奈何的 那个如果是别人放的话 我废的血废的血好了 无血应该留的 但是你现在内剑我们局势又劣势 那只能为了你这个AOE浪费一张无血可击了 这个时候陆迅的手牌还是蛮给力的 怎么还能出现接到这样的牌 刚才我也是没有太注意 因为这一轮游戏打的时间还是蛮长了 我来看一下 刚才也是二上 没有反观陆迅的手牌 那出这牌也是正常了 我元素一直也是应该是属于我们 我们这边的爆花的主要主要的一个呃 辅出点吧 那个并且这轮也是出了火攻 这个孙上香是对自己无血了 看有没有无血没有继续 呃会不会选择强杀 孙上香没有选择7牌了 呃也是把距离丢了 因为元素每轮过牌数量太多了 所以说他对距离的要求 我觉得还是蛮低的 那个而且出街道啊 出什么的几率也是远远要大于别人 这个时候啊 庞德也是使用雌胸双骨剑 要调戏一下孙上香 你因为没有手牌 必定我会让德一张手牌 其次的话你 哦黑桃判定 这样的话一血的孙上香 我还是有机会秒掉 只要制衡出来个二杀的牌 哦这边也是庞德 紧跟着放了一个南蛮入侵 虽然你可能被恩怨压到一血 但是确立我们四打二的局势 也是可以的稳定的 只要呃 这边也是陆迅 无懈了一下法阵 希望那个法阵不要恩怨 那个庞德让庞德 这边在肺一滴血成医血排除过 这个也是比较理解的 我看能不能 看能不能成功的把孙上香收死 孙上香收掉的话 陆迅你没杀 你就赶紧让庞德收了你 我确立我们三打二的局势 如果有杀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杀一下 因为我觉得元素 刚才七级里手上有桃 而我这边也有一个桃 就看陆迅怎么选择了 这个也是看他愿不愿意 因为你这个时候反正打 打的就是球闻 队友千万不要被对方收掉 那个 我忘了看了 这边陆迅这边是有个藤甲 是没有注意的 刚才我也没注意 因为一般情况下很少挂藤甲的 这个是我的解说上的失误 挂了就挂了 现在我也是直接出了一个铁索连环 这样的话可以有机会出 比如说这个火攻就有机会把诸葛诸葛收掉 虽然说是我会被恩怨到一血 但是只要成功的 呃成功的把诸葛收掉 确立四打一 我们慢慢打 有桃能撑撑血线 只要对方不出AOE 我们还是稳定能赢的 而且刚才孙上香死 如果有桃的话 肯定就孙上香了 呃 这个的话 看一下有桃没 没有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成功的进入一个四位一 为官主攻了 法阵虽然防御性比较好 但是我们只要找什么桃源啊 什么的 呃 稳定的去打了 看一下本来能不能收掉陆逊 陆逊也是亮了一个无中生有红桃 这是刚才无限出来的 直接是在九 那我有闪 他肯定不会杀藤甲了 因为 当然如果他是有雷 熟性杀的话会杀藤甲 但是没有的话 他只能杀我 这边有闪还能保住一下 这下的话 你把阵势没得打了 我们就可以把速度加快了 只要这轮我们能正常的呃 囤几个桃 起到一个桃 或者怎样怎样的话 就能成功的去把这个局势压 压到一个 四位一的局势 稳住的话 慢慢打就稳赢了 这个时候陆逊也是神连赢啊 那个给了一个红桃 并且是放 啊 这个桃源是太关键了 这个绝对是起到本轮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并且也是继续的连赢 这个连赢效果 我觉得 太猛了 看一下 还要连赢 我靠 这下的话 我觉得陆逊要爆发了 那个 并且是直接神连赢的出九杀 不过对方刚才给了一张红桃 大概这个红桃 他也是知道的 给了一个 给了一个闪 几学院院 还会不会再出一杀 再出一杀 直接进入 出了一个无中 那肯定的最后这个陆逊的爆发也是在我们这个比较淡定的一局里头起到一个不错的观看观看点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的最终的话是以我们反对获得胜利 这轮视频我觉得也是间接的说明一个降面和选择突破口对吧 尤其是在我第一轮选择打画图的时候直接起到了一个作用 内奸的控场虽然我也觉得略显失误吧 但是怎么说的 起码我觉得诸葛亮 你再想亲自己手牌上的桃 也不该自批自批雷吧 这个我觉得主攻方的输也多多少少跟内奸控场的不利 导致也是有原因的吧 因为对方降面的确非常不错 今天视频 感谢观看